因为我们刚刚也检查了那个电机座的电机的一个转向似乎对了 然后我们检查也也检查好了 那就可以把电梯奥铁安装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接线舱也给它封闭了 然后最好的话就是这个线舱头的位置粘一点绝烟胶布 这个钉条像这样卡住 线舱头在电容的前面 用这个是散热片起来一个导热的一个作用 这个散热片的时候也两边的那个塑料塑料膜一定要给它撕掉 好 好 嗯 哎 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 接线仓 接线仓杠 也给它封了 然后用到我们M2乘以8的一个螺丝 这边我们就算好了 然后我们去到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机器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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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1分钟 这边这个机械床也给它封住 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磨研桨给它安装了 磨研桨安装的时候你就注意一下 电机的旋转方向和桨液一定要很对 我这个的话我是 三个电机 三个电机 三个电机的话就是顺时转转 一个电机的电机 和张苹铃银的相间 明� m 两个电机 然后这个等于我是四号电机 四号电机的话也是顺势正装 然后把电机放在一起 我们的奖页 一定反正就是要注意电机的转向和奖页 一定要匹配 现在我们把这个奖页给它上上 然后这个奖页的话我们是扩了孔的 扩了孔一定要上 这个奖套一定要给它上上去 这个奖页 这个奖页 因为这个奖的话 有有这个奖 这个奖的安装座有一点薄 然后的话 这个电机的安装座 也还有点支出来比较长 所以我们可能要需要用到这个 按摩热的 就两毫米的一个 一个螺丝刀什么之类的 三毫米的你根本就塞进去了 但你就你你就你不动 这个呢我们再给它固定一下 香蕉头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螺丝的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相机简单做 相机简单做的话 嗯 如果就是你相机以后这个飞机一直拿来飞震射啊 就可以下面打胶把它固定死 如果就是你决定就是可能要和挂挂的其他的相机的话 那你肯定就是说需要做一个可拆的可拆的话 然后这个的放在下面有一点点不牢 然后你两边的话可以压一点泡沫压一点东西 把它塞紧就行了 那就没问题 现在塞的时候 我们可以塞之前就可以把这个下面的孔给它开了 给它开个相机孔 然后我们是拿了一个红油的一个一个罐子 我们给它刚好索尼A7R的镜头的啊 它这个镜头刚好是这么大 好 这个是我们再给它卡住的 嗯 然后的话 这些就差不多 然后过来我们之前我忘了这个 之前我忘了把这个摩柱 忘了给它粘上了 嗯 罗 你不沾这个罗素的话 他那个上面的tps仓盖是没有办法拧的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为了快捷的话 我是打热龙胶 如果就是你没有热龙胶的话 你可以就是说自己打点泡沫胶 只不过等待的时间可能长一点 噢 东西 对 这些都是要但是还有我们在就可以了 还有也是要不要付出的 我们在这些东西的东西 是不是呼召了 不能够我不管 对 那我就不够订了 嗯 对 对 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 跟它干一下 GPS长盖 有条件的啊 如果有那种铜螺丝的话 最好这个是往上铜螺丝 如果没有铜螺丝的话 上那个M2乘以4的 我们配的那个螺丝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OK 然后我们 该准备的 该检查的也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 准备 拿到外面去 装箱 外面去测试 外面去试飞 然后我们在天空中 再检查 继续 有点 谢谢观看